涉及昨晚撞船意外的兩艘噴射船 經過一晚之後 繼續停泊在澳門的港澳碼頭 兩艘船都有碰撞過的痕跡 而船頭的位置更加用步遮蓋著撞毀了的部分 意外之中部分傷者凌晨由澳門坐船回香港 部分人在下船後需要由擔架抬走 由於大霧的關係 來往港澳的客輪服務在凌晨曾經受到影響 船公司並將貼告示 指出因天氣關係服務要延誤 最後在凌晨4點左右 才確定由香港開往澳門的船 會在凌晨4點45分開出 我們乘搭了這艘船到澳門 開船的時間因為要進行例行檢查 而延誤了大約20分鐘 而航行期間船隻十分穩定 而航程亦都是預計中的1小時 不過在之後的航班 有搭客就說由於大霧令到船需要減速 航程因此增加20多分鐘 而在澳門的碼頭 早上就有不少人在滯留一晚之後 買票回香港 在渗 das 白潘 1 1 8 0